智通财经APP获悉 由于劳斯双方谈判破裂 从美东时间9月14日午夜 北京时间9月15日中午12点起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 对美国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 通用汽车GMUS 福特汽车FUS 和Stalantis SDLA US的罢工正式开始 这场历史性的大罢工 涉及约14.5万名工人 UAW表示 将从几个工厂 主要是装配厂开始罢工 而不是全面铺开罢工行动 旨在有条不稳的削减 能够带给这些车企盈利的车辆产量 扰乱车企的生产计划 同时最大限度的减少 对UAW罢工基金的影响 UAW表示 将根据谈判进展情况 增加罢工地点 该工会还表示 预计将于9月16日重返谈判桌 福特临时裁员600人 三大车企对罢工不满 根据最新消息 福特美东时间周五五后公告称 该公司在密歇根州一家UAW正进行罢工的装配工厂 临时裁员约600人 福特表示 临时裁员的措施 主要是因为罢工扰乱了生产链 被临时裁员的工人 无法申请失业金 此外 福特预计 如果罢工持续 将不得不对更多工人 采取临时裁员的措施 福特发言人表示 我们的生产系统是高度相互关联的 这意味着 UAW的定向罢工策略 将对没有直接罢工目标的工厂 产生连锁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 密歇根州装配厂的罢工 直接影响了工厂其他部分的运营 通用汽车表示 由于美国密苏里州 Wenswell装配工厂罢工 造成连衣效应的缘故 堪萨斯城 Fairflex装配工厂 2000名工人停工 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 Mary Barra 表达了对此次罢工的不满 称该公司提供给工会的最新报价 是其115年历史上最好的报价 他表示 我非常失望和沮丧 这是一次不必要的罢工 他还补充称 该公司已做好在停工期间 继续运营的准备 Stanantis则表示 他对UAW领导层 拒绝参与谈判 感到极其失望 该公司表示 我们立即将公司置于应急模式 并将采取所有适当的结构性决策 来保护我们的北美业务 拜登试图斡旋 劳资双方谈判 美国总统拜登周五表示 他将派遣代理劳工部长 和白宫顾问两名政府官员 前往底特律 试图在双方之间斡旋 以促进达成协议 拜登称 美国汽车公司 并未与工会成员 公平分享创纪录的利润 但希望他们能够达成双赢协议 拜登表示 由于工人的非凡技能和牺牲 汽车公司在过去几年中 实现了创纪录的利润 在我看来 这些创纪录的利润 并没有与工人公平分享 这些公司已经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报价 但我相信 他们应该进一步确保 创纪录的企业利润 意味着UAW拿到创纪录的合同 UAW要求或难被满足 罢工持续将打击美国经济 UAW一直在提出一系列广泛的要求 包括提高工资 增加代薪休假天数 提高工人生活费用津贴和养老金等 有报道指出 如果全面答应工会的要求 这三大车企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支出 将增加450亿美元至800亿美元 平均下来 每小时的人工成本在150美元以上 较目前的64美元 激增134% 不过 鉴于这三家车企正投入总计 1000亿美元以上的巨资 用于电气化转型 并在其他地方降低成本 确保电车生产 UAW的要求 恐怕很难得到满足 据悉 福特提议涨薪20% 通用汽车提议涨薪18% Stanantis提议涨薪17.5% 这三大车企的涨薪提议和UAW提出的36% 一开始为40% 涨薪幅度相差甚远 若此次罢工持续较长时间 美国经济将遭受打击 牛津经济研究院则估计 如果这三家公司的近15万名工会工人 最终举行罢工 此举可能导致美国约三分之一的汽车停产 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压力 并推高新车价格 该研究员还表示 按年率计算 这将直接使美国GDP减少至多0.3% 包括间接影响在内 只要这种对峙持续下去 对GDP的冲击将更大 达到0.7% 而SM首席经济学家 Joe Bruce Willis估计 如果UAW全面罢工 美国经济每天面临约5亿美元的损失 密歇根咨询公司 Anderson Economic Group估计 如果罢工持续10天 会给美国造成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三家公司的所有工人 将损失8.59亿美元的工资 而这些公司将损失9.89亿美元 市场怎么看 周五美股收盘 福特汽车微跌0.08% 通用汽车涨0.86% Stanantis涨2.18% 有分析认为 市场对三大车厂罢工的反应 冷淡反映了 罢工将持续多久 以及罢工范围会扩大到 何种程度的不确定性 不过分析也指出 大罢工的开端 虽然比一些人预期的更为克制 但向底特律汽车公司 发出了一个信号 即如果谈判拖延下去 行动可能会升级 此前 底特律维恩州立大学商学教授 Morick Masters曾表示 皮卡车和大型SUV的零部件工厂 可能会发生最先发生罢工 他表示 UAW瞄准供应链的最薄弱环节 是有意义的 一些分析师对 UAW没有针对利润更丰厚的 全尺寸皮卡车工厂 或关键零部件工厂表示惊讶 这两家工厂都可能造成更大的打击 有报道指出 除了上述三家车企之外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也会受到牵连 尤其是一些小型供应商们 他们可能缺乏财力应对罢工 哪怕是短时间的罢工 全美制造商协会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全美各地的中小型制造商 将首当其冲地感受到这次停工 无论这些企业是否有工会成员 巴克莱表示 达纳、DAN-US、曼格纳国际、MGA-US、BIR、Li-US、American EXO与MFG、BXL-US等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预计将受到影响 对于此次罢工 White Bush发表言报表示 特斯拉、TSLA-US显然是这其中的赢家 以DAN-Ills为首的 White Bush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我们担心的是 这可能是一场漫长而严重的罢工 这对底特律三巨头来说 绝对是一场灾难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困境 因为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Mary Barra和福特首席执行官Jim Farley 在改造老牌汽车方面做得很好 并为电动汽车转型做好了准备 而现在UAW在华尔街的眼中就像一颗陨石 在DAN-Ills看来 显而易见的赢家将是马斯克和特斯拉 因为特斯拉并没有任何工会 分析师表示 未来几年 特斯拉最大的电动汽车竞争对手 将面临越来越高的成本和复杂性 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 并且随着竞争的加剧 提高电动汽车价格可能也于事无补 美国银行分析师则表示 对车企来说 罢工将给供应和运营带来不确定性 美银指出 UAW选择在装配厂开始罢工 这比他们选择在关键零部件工厂开始罢工 带给车企的惩罚要小 不过 该行也指出 UAW开始罢工的装配厂 是三家车企 一些最赚钱车型的装配厂 包括雪佛兰科罗拉多和 GMC Canyon中型卡车 福特野马和福特游侠 以及吉普木马人 美银表示 考虑到这些特定的工厂 我们预计 以息税前利润计算 罢工对通用汽车的每日成本 约为1600万美元 对福特的成本为2000万美元 对Stanantis的成本为3300万美元 该行称 福特似乎最接近达成劳资协议 通用汽车可能不会落后太多 而Stanantis还有很长的路要走